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大臺發電廠的 七至一號機的門口 在我右手邊 後面這個柵欄的位置呢 就是整個發電機的外觀 畫面中可以看到呢 有些工作人員 臺電工作人員 在進行最後的搶修 原本要擔任救火隊 沒想要再緊急時刻 七至一號機一早斷路氣異常 整個工匯一潰 臺電人員頂著大臺陽灰漢搶修 另一頭的中控室 員工們也輪班 密切監控其他機組的發電狀況 有問題的話他會閃爍 好像會閃爍 目前是沒有閃爍的狀況 除了在這個控制室裡面的監控之外 我們還要到現場去做機組的巡視 還有設備的監控 臺電步步為營 因為近期狀況不斷 七月底泥沙颱風來襲 造成和平電廠電塔倒塌 電力一口氣減少130萬千瓦 四號臺中火力八電廠又跳機 今夜隔天一號機鍋爐破管 一度又減少53萬千瓦供電 八號插點亮出限電黑燈 九號桃園大潭電廠加入救火 沒想要七至一號機出包 未能成功避免發電 這個原因一定要進一步的研判 切電 切電完之後就要決定說 未來怎麼修復 不過幸好在大零星一號機 提供20萬千瓦加上九號 尖峰用電量比前一天減少 備轉容量回升 燈號也從紅燈變成橘燈 驚險過關 但是備轉容量率2.72% 確實今年第四低 歷史第十低 在現階段 台灣的整個發電的狀況來說 可以說是非常吃緊 假設不是這個大潭的話 可能就是某個電廠 隨時都有可能出意外 這好像是在走鋼索的 這樣子的感覺啦 台電原本預測週四週五兩天都是紅燈 不過在下午五點更新也已經轉為橘燈 但備轉容量都超過紅燈門檻一點點 只能說接下來兩天 台電也不能掉以輕心 就怕還會再有變數 藉由劉崇琦 張道勇 張士奎王月芳 桃園台北報導